我们先看看港股来到午后相对反复一点 不过过去那半个小时左右 恒指再发力再向上 而现在升幅已经超过120点 做着16760点的水平 这次和大家找一些异动股来看看 说的是中兴通讯 今早来说都没有什么大变动 不过中午前突然间又跌转升 升幅还很快就扩大了 午后最多升超过一成 高位做过17.58的位置 E股更加升停板 H股最新向上升1.58的位置 公司现在就参战世界移动通讯大会 就是MWC 现在就在西伯巴塞隆纳举行 会上公布了不少的新产品 包括了今天都很多人讨论 就是中兴自家的第一款接望手机 叫做New Beer Flip 这个售价就至599美元起 不过望回市场整体来看 其实接望机都还是一些非主流手机 如果今次卖点就包括说有个超级快速充电 如果用这样来炒起股价 担不担心不是那么合理 当然这个就不是一个主菜 就是接叠 就是foldable foldable手机 当然你现在不是一个非主流 但是只能看过多两三年时间 可能逐步成为主流 因为大家都看到 现在除了Apple之外 有谁不出foldable呢 就是说三星也好 甚至说内地的主机厂 我们数了X、O、V、华为、ONOR 基本上都有部接机 当然你看回他们的接机的平均售价 其实是偏向走向中高端路线 可能在买6千元以上 甚至说可能接近买了一万元 大家看三星都知道了 但是你看回这次他们的接链手机的Flip 就是Nubia Flip来说 开就开600美金 当你七算这样算 4千多元 其实价格的叫做是算不错的 当然大家说出座之后 那个用家的反应会是怎样的 后座是需要留意的 但是始终你看回中兴来说 它是一个在电信设备领域 是一个全产业的公司来的 尤其是消费电子领域 它有其他的配套在那里 所以我们纯粹是单从 这次他们推出 叫做他们旗下首款的Foldable的话 就不足以推到股价升一成这么多 因为始终你那部手机 你只是占它们的消费电子领域 只是一小部分的收入和盈利 没错 正如你刚才跟我说到 其实潮流日生如意的 现在未heatFoldable 可能迟些会变成主流 不过正正就是重点 中兴其实都不是以手机业务为主 和大家分析多一点点数据 看回中期业绩都显示 大家在图片都看到了 消费者业务其实都是占收入大约两成三的 而且不仅是计算手机 计算平板、智能、眼镜等等 不同的消费电子产品 最大的业务始终都是通常设备 占了中期收入大约六成七了 正是广播截叠手机 怕不怕错重点呢 因为公司大会上面 其实还公布了不少的 5G解决方案和产品的 包括5G to business to customer to B to C to X to interface 还有就是5G AI技术和应用物联网、车联网等等 这些会不会真是推升中兴未来的可以增长的主要量点主赛呢 尤其是说一个AI 5G上面 其实都是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说 现在是处于一个5G的阶段 但是你说现在阶段去说6G 其实还有整四五年的时间 但是在这个过渡期里面 大家一直过去这几年在说2B、2C 甚至大家版面看到2X 就是X是一个variable 就是可能和车、物联网、IoT 其实都是可以互通互联在 所以我想尤其中兴也好 甚至华为也好 过去这几年来说大家都是比较着重他们的主菜 就是电信设备的领域 包括你说的伺服器也好 甚至说一些其他的大型电信设备的配套也好 在那个生产的主菜里 所以纯粹在这次来说 你看回他们 你看中兴甚至看华为 其实都很着重的一个5G AI的形容 当然这个是一个由5G过到6G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商用的制式 但是你说如果再过多4、5年时间 真的去到2029、2030才去到6G的话 那是另一种东西来的 所以纯粹从现在的情况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说物联网、车联网的话 那你5G的叫升级版的5G的应用 那个应用范畴就只会越来越广 尤其在说你不是对消费者 消费者大家都知道会怎么用的了 但是你说你去corporate层面、企业层面 甚至是说你怎样和AI去互动 尤其是大家最近听到很多国企英企 就是你怎样去加快在自身的AI的发展 甚至大家过去这么多年都说到 中美这种的角力 那你说我不用国外的电信资品生产商 那你就国产化了 那你国产化最大的都是那两间而已 要么又说唯一是中兵 所以纯粹从现在这个情况去看 那大家是会有一个上涨空间 但是始终你说从整个电信的行业 甚至说消费电资行业 每一年都是年头两个城市 一个是CES 一个是NWC 当然你说5月还有一个的 就是全球电信大会 但是那个就没有到时候 所以尤其是这两年后 这两个比较重要的学步 大家都比较关注一些电信资品生产商 甚至一些品牌商他们在产品报局 会是怎样的 所以这个大家会看到蓝图会是怎样的发展 所以现在大家给产品的初型出来 会给产品上涨空间 但是实际上你怎样反映到在它的收入 或者怎样反映到在盈利身上 是需要时间去验证 怎样反映到在盈利身上 看着中期自己都多赚一成半 已经近到2022年全年的顺利水平 不过收入是跌了的 如果大家真的看好 今天估计一下子冲到上一百天线 是不是真的值得部署 但是另外刚才有一个因素 你都已经提到 就是中美国力 担不担心又会有外卫制裁这个风险 那这个不可抗力的东西 不单是在电商设备 甚至是在其他tech的领域 生物科技 甚至过去这些人 大家听到比较多的半导体等等 其实都是一个中美国力的驻见场 当然这些因素来说 其实都不是一个短期因素 尤其是我们一直都提到 就是今年美国总统大选年的集音只会越来越多 只是说今年发酵的时间 就提早了半年这样解释 所以你看看今天的股价 是的 就是大成交穿了一条一百天线 就去到17元楼上 那现在你这些位置再看上去 那你说大成交穿了一条一百天线 未来这几天你如果真的可以站得稳的话 其实是有条件 尤其是NWC相关的消息 甚至是相关产品再推出来的话 其实可以再冲多一下上去 但是不要期望过高了 就是你刚才这些比你博多一成左右 基本上也差不多是之前 有个的阻力大概是20元左右 那个阻力是会比较大